在研制先进装备找不到灵感的情况下 干脆打开苏联时代的抽屉 这通常是西方嘲笑俄军装备研制时的惯用说法 只是这样的遭遇如今也轮到美国了 为应对在辽阔的太平洋地区与中国爆发的冲突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启动了自由运输者地效飞行器项目 这让美国媒体直接联想到 苏联时代的离海怪物 只能说在如何应对中国挑战的问题上 五角大楼已经极红了眼 美国海军学会网站一日称 根据DARPA的要求 该项目要求建造经济实惠 创新且有颠覆性的水上飞机 它的尺寸类似C17战略运输机 但能携带至少100吨货物 在贴近地面的高度连续飞行 能在四级海况下起降 在五级海况下持续进行水上作业 从而不依托港口和跑道 满足美军在太平洋地区 任何地点的战略空运要求 目前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 和极光飞行科学公司 牵头组建的两个研发团队 已经各自提出了相关设想 通用原子能公司的方案 采用了双膝身布局 以12台涡轴发动机为动力 极光飞行科学公司 采用了传统的水上飞机布局 以八台涡桨发动机为动力 其实这些设计都属于 大型地效飞行器 它们利用地面效应 在近地飞行时 能获得额外胜利 同时具备飞机的高速性能 和舰艇的大运输量特性 这种设计立即让美国动力网站 联想起大名鼎鼎的 李海怪物 冷战期间 苏联研制了多型地效飞行器 因为最先在李海地区试飞时 被西方卫星拍摄到 被摸不清头脑的美国情报人员 称为李海怪物 冷战结束后 苏联在地效飞行器上的 大部分研究成果 落入波音公司手里 后者还提出 提湖超大型地效飞行器计划 它的载货量高达1000吨 远超常规飞机 而时速达480公里 比任何船只的速度都快 但该项目最终因为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 导致经费重点转移而被取消 事实上 美军方面也毫不掩饰 自由运输者与苏联地效飞行器的关系 DARPA发布的 自由运输者项目说明视频 干脆就出现了 苏联花尾哥地效飞行器试验的影像资料 对于为何美军突然对 这种大型运输工具充满兴趣 动力网站认为 该项目的开发 正值美国设想未来 在广阔的太平洋地区 与中国发生冲突之际 它有助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 获得在任何地点的战略空运能力 以服务美国和其盟国军事力量 它的飞行速度远远超传统船舶 而且贴近水面的低空飞行特性 让它获得更好的生存能力 相比普通运输船舶 更不容易遭到反舰导弹攻击 相比传统运输机 又能更灵活地 在缺乏相关设施保障的偏远地区使用 此前美军相关研究报告也鼓吹 地效飞行器能抵消中国 在反介入区域拒止领域的许多优势 地效飞行器在大约60米的高度飞行 可以用地球曲率来隐藏自己 中国的雷达几乎看不到它们 而且由于它的飞行速度极快 难以进行实时卫星监视 在低空飞行时 它们基本上不会受到远程地对空导弹 反舰弹道导弹 潜艇和地雷的威胁 因此它们的生存能力将明显高于 传统的两栖舰艇或战略海运船 不过苏联时代的经验也证明 地效飞行器也存在诸多不足 例如它们无法在高海矿条件下行动 而且在拥挤环境避免碰撞的能力不高 此外 鉴于美国在新武器研制领域的惨痛经验 美国海军情报网站认为 五角大楼恐怕难以控制这种大型飞行器的相关成本 尤其是需要为它重新建造全套的基础设施 例如新的机库 海港和维修站